哈囉 大家好 我是盧哥 那我今天晚上呢 做了一個瘋狂的決定 就是我打算要 露宿街頭一個晚上 然後呢 我給自己一個挑戰 就是我希望等一下可以遇到其他的街友伯伯 然後呢 我希望他願意跟我聊一下他的故事 那我自己覺得呢 這算是一個蠻危險的挑戰 因為自己一個人 晚上在外面睡覺 對 這個聽起來就還蠻危險的 對 我就是想要親身的體驗一下 露宿街頭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 各位可以看到 像這邊 這個椅子 或許就是我今晚的家 你知道嗎 或許我今天晚上就在躺在這邊睡覺 這個想到就覺得 有那麼一點可怕 那現在是第一個目標 哇 這還有蚊帳 有托車的 滿狂的 好啦 繼續搜尋一下 因為可能有一些伯伯他們在睡覺 對 那我也不好意思打擾 畢竟我們要訪問人家 這個也是要人家精神狀況好啊 對不對 總不可能說人家在睡覺 我還擺幕去把別人叫醒啊 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這個伯伯是要再打呼了 不過沒有關係啦 因為如果我們太早來的話 會有一些遊客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再往前面走一下 目前好像沒有遇到 還醒著的JL伯伯啊 所以我們還需要再尋找一下吧 因為那邊是公廁 所以公廁外面會聚集滿多的 可是 幾乎都在打呼了你知道嗎 隧道已經在鼓啦 所以說 我再往旁邊 走走看吧 各位 我早累啦 是真的累啦 好不好 看來我們只好換個地方啦 這邊 真的無法 看過去就大概兩個 可是兩個伯伯都在睡覺了 我們去 另尋他處啊 好不好 天涯何處無芳草啊 走吧走吧 好啦各位 我們已經 來到對岸了 這邊我看到有三個伯伯 有沒有還沒睡的啊 願意接受我的訪問 欸 那邊有人還沒睡 不知道能不能訪問他一下 他還是在訪問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 好 不好意思 我沒有想到 反映會這麼激烈 Uk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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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沒有冒犯到 好吧 我們只好再去詢問一下 有没有愿意接受访问的吧 Let's go 前前后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啦 好累啊 看来今天访问不到人啦 访问我自己就好啦 然后呢 访问完我自己 明天请自己吃一顿大餐 OK 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好啦 没有啦 躺在这个 河堤旁边 也别有一番风味啦 还是我们 策略用错了 对既然要访问的话 我们是不是该准备一个 饮料之类的呢 如果我们准备饮料的话 伯伯他们会不会比较容易接受啊 好 说干就干 先去买个饮料再说 走 各位 我的饮料已经买完了 好啦 那我们 眼前就有一位伯伯 我先想一下我的战略 我先过去 然后说 伯伯你要不要喝饮料 然后呢 我可以访问你几个问题吗 现在有点 变扭 看好像要跟女生告白的感觉 怎么办 伯伯 喂 不好意思 你 有什么东西 谢谢 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 有差点吗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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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没有关系 你结婚 我想问你说 你有小孩吗 没有结婚啊 你没有结婚 那当时你会从家里 决定出来流浪街头 的原因是什么 我們爸是日本時代住了大愛公親的封閉宿舍 他封閉宿舍住到你兩個父母親都不在 你年輕人可以住啊 可是你們別人都過往啦 那給入籍就有這個權利 收回 那當時你沒有工作嗎? 還是當時剛好你就是沒有工作 那宿舍被收回去之後你就 就回去我還有大哥那邊 大哥大哥那邊人家 帶沒生小孩你總是沒有去住當主 總是有一次齁 總是這個年輕季善 大哥說你也要每天拿 我有每天拿到老了 但是總是有時候大哥拿的零用金是有啦 可是有時候人家說我今天想要做 然後搖久之後 還沒下 但是我真的之後 做幾年想一想 看看 大哥雖然是信用力 還是要明算盪 伯伯那我問你喔 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再來一遍 你會想要好好的找一份工作 還是會想要像現在這樣子 你會想要哪一種選擇 當然 當然第一個想說 有一個住的地方 不是說流量 流量很新的啦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那是大家開單 哇那流量流到我 你流到我 你流到我 直接堵起來一下 你現在才會餓 要吃小餓 不用 現在不會餓就對了 好吧 我本來想要請你吃麥當好了 但是我說一件沒想啦 這個 我開這個胸 我不敢開這個胸 但是喔 總是 已經有這個通道嘛 那邊有十塊錢 那邊有十塊錢 十塊就好 謝謝你啦 不好意思啦 給你去買衣服 你兩天看起來 不要不理我 不會啦 謝謝你今天願意陪我 這樣子聊天 我就很開心 好啦各位 今天的訪問呢 我覺得我得到了一個結論 其實網路上面很多人 都會覺得說 你今天入宿街頭 就是因為自己不努力 自己造成 我起初 不太認同這個想法 但是我覺得我今天 有所改觀 對因為 很多人啊 可能都會怪自己家裡 不夠好 借朋友錢 然後朋友不還 導致我出來入宿街頭 等等的 我覺得這一些 其實都是 在為自己找藉口而已 金窩銀窩 不如自己的窩 珍惜目前你所擁有的吧 不要總是在比較 不要總是覺得 不滿足 今天呢 我覺得 很充實也很滿足吧 只是說 當他跟我 開口要十塊錢的時候 我真的很錯了 總覺得 哪裡怪怪的 你知道嗎 那至於今天的挑戰呢 宣告失敗啦 我想要成為一個 有為的青年啦 我不想要入宿街頭 好不好 雖然說 這是一個體驗 但是我覺得 我更想回家 對 我想家啦 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期待我的下一部影片啊 謝謝各位 掰掰 掰掰